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其实今天起床的时候感觉到 相较于前两天温度上好像上升了一些些 没有错今天的温度是回升了不少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现在的户外空气品质 其实因为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 现在吹的环境风场是偏东风 也导致说西半部这边 其实扩散是比较差的 所以呈现了普通的等级 也就是黄色的 但是整体上来说还是不用太过的担心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温度 刚刚讲到的温度 没有错现在八点的时候 其实在北部地区相较于前天来说 其实温度上升了不少 尤其在台北淡水是来到了四到五度之间 那么另外在东半部西半部这边 则是有上升一到三度不等的 但是感受上其实好像有一点点 回到那个夏天的感觉了 那么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地面天气图 在今天两点的时候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两个系统正在发展 其中一个就是二十号台风 也就是轻度台风 谭美台风 其实前两天它谭美为台湾带来了不少的风雨 但是它现在已经逐渐的在远离台湾 而虽然说它在靠近越南之前 可能会来一个回转 但是其实大家还是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这个回转呢其实对台湾的影响也是没有的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今天晚上的地面天气图 可以看到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还有一个 也就是二十一号台风 就是清台康瑞台风 虽然说它现在距离台湾的距离 还算是遥远的 不过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它在周三这一个前后的时间 可能会来北转 它现在是往西北西转西的方向前进 但是呢在周二周三的时候 可能就会北转 但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 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要持续的来观察 因为它北转的时间 以及北转的角度 就会来影响到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 不过从各国的模式预测来说 其实这个康瑞台风 都是不会来登陆台湾的 那么再来我们看到的是云图的部分 刚刚所说到的台美台风在这边 但是它的外围云系 还是会来影响东半部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的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两个地方呢 其实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今天可能还是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形 那么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雷达回波的部分 雷达回波在东半部这边 其实呢还是有一些些会 云系会进来 但是消散的速度比较快 而且呢相较于前两天 也是减少了很多的 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央气象署的雨区预报 今天白天来说 在刚刚说到的东半部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这边呢 因为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 所以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形 但是在中南部的山区 要留意的就是午后的阵雨 那么再来呢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气晨 热力作用减弱了 所以在山区的部分会没有雨势 但是在迎风面这边 也就是刚刚所说到的 外围云系的影响 还是会有一些些的雨势出现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周日的白天 其实整体的台湾呢 天气形态是趋近于稳定不少了 只有在中南部山区一样 会有热力作用所带来的午后阵雨 那么最后再来看到的是 明天的清晨 明天的晚上到后天的清晨来说 其实要留意的就是北部地区这边 出现了蓝蓝的 也就是东北季风要增强了 尤其是在周一的白天这边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未来一周的天气哦 今明两天相较于前几天呢 温度上以及气候上都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要留意的就是在周一开始 会有一波东北进风要增强 所以在北部地区会出现雨势 而且温度会下降 那么再来其他地方则是多云道晴 但是呢 午后要留意的就是午后的震雨 最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旅游的天气 在山区的部分 日月潭阿里山要留意的就是午后震雨 另外呢在东半部这边呢 则是因为台风的外围云气影响 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带一把伞会比较保险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